经过两年多的科研公关加上各种考试的试点试验 辽宁省招考办首次引入了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考试疑似违规行为的检测 7月7日2020年高考首日 记者就走进辽宁省招考办探访了这套系统 据悉此次辽宁省引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对所有考场的视频文件进行分析判断 检测出考生的疑似违规行为 考试工作人员在对系统检测出来的疑似违规行为进一步甄别判断 并依据相关规定做出处理 系统的开发和实践的过程中 充分考虑了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并且结合我们不同考试的特点和规律 然后也是通过考场中每个考生的动态特征和静态特征 而利用结合人工智能算法 综合判断这个考生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基本上能识别常规的作弊行为 有效地提高了我们疑似违规行为的减出率 具体到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 刘健介绍在考试结束后 各考点将考时间控录像通过专线上传至云端 辽宁省招考办再进行检测 比如说今天考试上午考试 如果下午考点再把视频导出来以后 上传到我们的省端云平台 我们这块省招考办从我们的省端云平台 调取我们这些考场视频录像 然后再进行分析 预计整个工作结束在15号到16号左右 据辽宁省招考办的信息显示 2020年仅沈阳市就有59个常规考点 1346个常规考场 186个备用隔离考场 其检考录像内容数据十分庞大 如果按照以往使用人工检测 检测工作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理 而在引进人工智能系统后 效率将会有成倍数的提高 未来人工智能系统还将引入到 其他的国家教育考试中 确保考试更加公正公平